第522期武器大讲堂 在日本研发出战后第一款国产坦克之后 发现这款坦克在服役的时候就已经远远的落后了 有只是面对苏联的特62坦克的时候 基本上属于被秒杀的那一方 因此日本陆上自卫队于962年要求日本的三菱公司设计一款全新的坦克 这款坦克结合了美国和德国合作的MBT-70坦克技术 和德国的鲍鱼坦克的技术 建一步研发而成 这款坦克就是日本取代六四国产第一代坦克的第二代全新主载坦克 744坦克 744坦克发展于1962年 第一辆样车于1968年交付 这款运行样车代号VSTPE 经过建一步的测试修改之后 于1975年9月开始量产 当时设计这款坦克的时候 融合了大量的当年坦克的主流设计 坦克长度为9.41米 宽3.18米 高2.25米 重38吨 其重量跟六四坦克差不太多 比同时期的美术坦克的体积 与坦克的重量都轻 日本这么设计 与日本本土作为岛国 地形齐驱 公路较为狭窄 与之桥梁的承重限制 有很大的关联 太重和太大的车体 都会超过这些基础设施的承受能力 也不便于在本土进行战略性的运输 车体结构设计成了类似于 奥一型坦克的扎压装甲车体 车体使用钢板和结合成 下半部分底盘 为了增加抵抗能力 选择了整体铸造成型 这样的制造工艺 能够提高底盘的强度 提升防护性能 坦克的车体前部装甲厚度为130毫米 两侧装甲厚度为75毫米 后部厚度为50毫米 而炮塔的防御也做了提升 炮塔采用铸造炮塔 设计成半圆形外形的硅壳型炮塔 整体造型扁平 能在被炮弹击中的时候 造成炮弹滑开 可大大的降低被炮弹击穿的几率 这种设计跟苏联的特六二式坦克 和法国的XMX30主导坦克 有几分相似 除了这些结构上的防御之外 在炮弹的侧面和车体的后部 均设计了安装各种用具的托架 和借部的降低敌方炮弹的穿透力 再加上车体的外形设计成 Di紧凑的结构 而且宽度也较窄 这就形成了一种极低的备弹面积 据说当时日本设计的时候 除了参考上方的一些坦克之外 整车的备弹面积设计 还参考了同时期瑞典 为了降低正面刷断面积的 S型无炮弹坦克的设计 瑞典的这些坦克 我们在第281期的时候 有做过详细的介绍 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进行查看此期的内容 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武器大胆堂中 回复瑞典S型坦克进行查看 行动装置上面 744坦克采用了与发动机组成一体的 十字传动装置 有6个截战挡和1个倒挡 在转向系统中 安装了液压辅助转向系统 这个系统包含了功率载程机构 这个机构是专门贴合坦克的 传动模式进行设计的 当年的坦克转向 大多是通过一边履带机动 另一边履带正常转动 来进行转弯的 延迟在转向系统上面 安装功率载程机构 可以在转向的同时 利用中心轴上的 插扭器的插扭左右 在转向时 从自动一侧 向不自动一侧 回流功率 所使动力系统内部的功率损失 降低到最小 这种技术 还是第一次安装在自门的 履带实战车上面 也算是一个不错的尝试了 在坦克的每侧 有五个大型的 双轮圆挂胶副重轮 主重轮后子 履带为双烧双块石履带 履带板为高猛钢制造而成 在履带烧上 增加了橡胶秤套 通过这样的设计 能让履带的寿命 大大的延长 保障坦克在行驶时 重量分布更加均衡 不过这种履带的设计 也存在造价高 结构复杂 重量大的缺陷 不过这些缺陷 远远比不上耐用 据悉 744坦克的履带 其使用售面 已经接近了1万个小时 在悬挂方面 日本744坦克 使用了性能先进的 液气悬挂系统 这个系统 其实在美国和德国 共同研制的 MBT70主要坦克方面 已经使用过了 日本的744坦克 也是使用这种悬吊系统 在量产坦克上面 这个系统算是首次使用了 这个系统 可以操作坦克 在需要掩蔽的情况下 降低坦克的高度 以利用地形 进行掩护躲藏 而在需要高速行驶的时候 可以伸出坦克的底盘 进行行驶 这一点 对于日本多山的环境而言 744坦克 采用的油气压式悬吊系统 非常的合适 操作这个系统 还可以让744坦克 进行前后左右 做不同程度的抚养动作 其前后抚养为6度 左右侧为9度 底盘的零地间隙 最低可以达到0.2米 最高为0.65米 通过这种方法 可以带来增加火炮的射箭 可以对复杂环境下的作战需求 对于在熟悉的地形 发挥熟悉地形的优势 与敌方进行3D游击战 进行伏击敌人 是非常有用的 不过 如果是放在异国进行攻击作战的话 基本上就没啥优势了 当然 业绩环境系统也不全是好的 因为这种系统结构复杂 造价高昂 可靠性也非常的低 因此在国际社会上面 很少使用这种系统 尤其是现在国际上的主流 第三代主流坦克中 也很少使用这个系统的 目前国际上使用这种系统的 除了日本的坦克之外 主要有罪典的S型坦克 韩国的K2型坦克等等 这些国家都有个特征就是 主要是本国3D地形表多 并且均为以本土防御作战 为目的而研制的 因此 使用可调的夜距熊悦系统 可以有效的提高坦克的 抚养角度和誘引能力 所以成本高 股固战率多 也就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了 当然注意点的S型坦克除外 因为没有炮塔的设计 只能通过这种方式进行瞄准了 动力系统方面 资本这次坦克 使引擎系统安装在车底的后部 引擎型号为一台 3010缸 10ZF22WT型 二充层风冷柴油机 能输出750匹的马力 能够让这款坦克 拥有53公里面小时的最大公路速度 而最大黑夜速度 仅仅为35公里面小时 车内的燃油储备为750升 可以提供3000米的驱港里程 跟64坦克一样 都是属于短距离作战的坦克 740坦克 因为车身坐得比较低矮 所以车内空间很小 再加上机构复杂 所以原本在车内设计的 自动装弹机就没有安装了 车主成员有4名 其中驾驶员在车体内部 其余的3人 因为空间不足 所以全部塞到炮塔中 一而内部的空间非常的拥挤 车内配备全车加压式 核生化防护系统 车内的空气通过绿毒通风机 来过滤进入车内的空气 达到核生化伤防的功能 对于当时的核大战危机 比614坦克更加明智了不少 武器方面 其主炮唯一门 西方坦克广泛采用的 RL7A1 105毫米口径 51倍进线弹炮 炮上设计了炮弹排烟器 炮口没有炮口支堆器 主炮实际寿命大约为150发 可以发射唯一稳定脱壳穿压弹 动用途破甲弹和空包弹 在发射M735 唯一稳定脱壳穿压弹时 其炮口周速度为1501米每秒 发射脱壳装弹时 炮口周速度为1490米每秒 主炮被弹55发 摸击炮塔比较低矮 照着其抚养角度 仅为往下6度 往上9度 但是前面说过 其液蓄全滑系统 能够调整车体的抚养姿态 来增加主炮在垂直方向的设计 说让其角度增加到往下12度 往上15度 也算是弥补了这一缺陷了 副武器唯一挺 被弹4500发的 其次是接近6毫米口径 壁列机枪 和一顶被弹660发的 每次M2QB 12.7毫米口径的 防空机枪 在炮塔的后部两侧 各装有三均一组的 60毫米口径 烟幕弹发射器 烟幕弹在离地面 大约30米的高度 由时间引信引爆 会形成一朵50米前进的烟云 从而掩护坦克 在战场上面的行动 其次是坦克上面 还装了日本自行研制的 射控系统包 使用坦克具备了 行舰射击的能力 其次是坦克 在诞生的时候 正好处于美苏冷战 最二六的时期 当时日本正好处于 冷战的前沿位置 而苏人的钢铁洪流 是当时地球上面 难以抵抗的地面战力 因此当时的其次是坦克 更多的是为了防御使用 利用高机动能力 和地形适应能力 来抵御敌人 在1975年 至1989年间 总共生产了893辆 到现在为止 还有不少再服役 目前还没有实战的经历 其次是坦克 对上的主流坦克来说 是非常薄弱的 因此无法在国际战场上面 与同期对手较量 换句话说 744坦克 仅留算是 日本本土的 专属防卫坦克吧 你认为呢 欢迎在上方评论区 留言讨论 本期武器大胆堂 到此结束 更多经常视频 欢迎关注武器大胆堂 探索网线的内容 我们下期见